我想呢 對很多的台灣男生來說 去婚禮穿什麼 這個問題困擾大家好久 那很多人都會說 陳皓的西裝外套啊 或者說可能配皮鞋啊 這樣子的東西已經太多了 如果說今天 你可能去參加一個 不是這麼正式 或者是你的角色 並不像伴郎 這麼正式的婚禮的時候 我會建議你 把陳皓的概念 移植到比較休閒的服裝上面 看一下我們今天模特兒穿的 你會發現他身上上衣跟褲子 其實是同一種面料的服裝 但是 他的款式上比較休閒 他反而是比較像是 工作服的概念的外套 那裡面呢 一樣 我讓他搭配的是比較正式的襯衫 正式的條紋襯衫 配上了鞋紋的領帶 讓裡面的正式感 來跟外面的休息感做個中和 所以這樣子的服裝呢 比較休閒 卻成套的概念的服裝 是Planet 針對台灣男生 參加婚禮 所做的一個最新的提案